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童华的常相思注定悲剧 女主杨子,湘柳饰演者让人意外 童华2013年出版的超热IP的古言小说《常相思》影视化的消息早已传开 凭借着童华以往作品《步步惊心大漠窑》、《最美的时光》、《金玉良言》等等炙手可热的影视作品 一众忠实粉丝都在期盼着这部即将影视化的《常相思》来袭 再加上杨子的领衔主演 开始了《常相思》超热IP的原著粉 以及杨子剧粉的强烈碰撞 使这部即将影视化的《常相思》还未拍摄 就有着超高的热度 虽然在这部长相思的定角上早早就确立了女主杨子 但配角阵容以及男主阵容却迟迟未曾确定 而如今又在网络上有消息发出了关于《常相思》最新悬角阵容 老夫秉承着吃瓜不信瓜的网络教条分享给大家 看看如此阵容是否值得期待 在《童华》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同一种特点 从《步步经心》中的若曦、四爷、八爷 到《大漠窑风中奇缘》里的育儿、孟九、或去病 再到《云中歌》中的云歌、刘芙玲、孟绝 以及《被时光掩埋的秘密最美的时光》中的苏曼、宋毅、陆立成等等作品无一例外 每部作品里都将爱情主角设位三个人设 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 也注定了难以达到皆大欢喜的结局 而这部《长相思》也不例外 《小妖高心九窑》、《美小六》、《香柳》、《屠山景夜十七》、《轩原专虚》 虽然童华自己称在这部《长相思》中难得有个喜剧的结尾 但是三个人的爱情,又哪里会有真正的喜剧结局 而《长相思》这个名字也似乎暗藏了这部剧不太欢喜的结局 所谓李白的《长相思》、《催心肝》 厌几道的若问相思甚了妻,除非相见时 以及《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低不尽相思》 血泪抛红豆手手向思却字字催泪 不时让老夫想起了杨子、邓伦、罗云熙主演的《虐恋大剧》 《香蜜沉沉浸如霜》 一部剧集三个主要人物 不懂爱、不知爱的花神紧密 懂爱却在错的时间爱上了对的人的凤凰 以及在对的时间却对错的人情跟深种的润郁 而众人却同时对剧中的三个人心疼无比 所以在这部《长相思》中只求编剧能够轻点乐 《长相思》中小妖是女主是清晰可见的 但男主却模糊不清 无论是深得人心的香柳 还是抱得美人归的图山景以及孤首地位的专须 究竟谁才是男主无法定论 在演员的在演员的选择上杨子饰演小妖是无疑了 如今关于《长相思》 男主定角的最新资讯也在网络上相继而来 据有消息称这部《长相思》将开启三男主阵容 并且颜值一个比一个高 三位男主分别为图山景、轩缘专须、香柳不分顺序 在消息中称饰演图山景的则是新生代实力演员张婉毅 张婉毅这两年在演艺圈势头很猛 他饰演曹王李明,长得很正,却带着一股邪魅劲同时酥感十足 他饰演的陈炎年眼神坚毅,干净纯粹地回眸一笑 更是看哭了千万人 如今这次饰演命运坎坷 绝望的《夜十七图山景》这样层次分明考验演技的角色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饰演轩缘专须的则是实力演员黄宗泽 黄宗泽可以说是老夫少年时代的男神 无论是战独中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自己面前离世的维俊轩 还是《唐新风暴》中的撩妹高手林成风 不仅演技在线更是魅力十足 甚至连于伟文都在散发着魅力 如果黄宗泽真的饰演《黑帝轩缘》专须 还真是值得期待 但希望在制作过程中节目组能够配音 饰演香柳的据说是王鸿逸 王鸿逸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非常陌生的 在老夫的搜索下得知王鸿逸在2021年凭借着由于书新 丁宇希主演的《月光变奏曲》而出道 是个崭新的新人 99年生人 长相阳光帅气 因为在剧中戏份不多对于演技很难评判 但是如果真的由王鸿逸出演香柳的话 那只能说明这个饼就是新莲影视捧自家新人王鸿逸的手笔了 不过饼成着吃瓜不信瓜的宗旨 一切还是要以官宣为准 那么你期待这部即将影视化的长相思吗? 如果真是由张婉逸、黄宗泽、王鸿逸这三位出演男主你又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